我最欣賞Lexley的優點就是 她很實在 然後她很誠實 她很真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很難找 我最欣賞Lexley的優點是我覺得她有一個非常善良的心 做人處事的方法我覺得她的EQ超高 好太太好媽媽 我覺得她可以兼顧到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非常了不起 我覺得 我非常非常誠實在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最難忘的回憶是 我們在念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在洛杉磯 然後我有一段時間是租他們家 就是因為我動作很慢 然後她動作很快 那時候她還沒有拿到駕照 然後我會開車 所以她每次就是等我 GET READY就會等得很不耐煩 她通常有個習慣就是 起床的時候她發呆 然後我就坐在旁邊說 她就說你要起來了嗎 她是從頭到尾 那個服裝裝法都已經saddle好了 然後她就坐在我旁邊說 所以 你要起來 她就說你要起來了嗎 然後她就這樣 都沒有聲音了 她說自己人的服飾 然後就後來 我 FINALLY 有Rise 我就知道我告訴你 她自己跑 她從小就滿早期的 然後我 always是晚睡晚起的那種 我會記得我小時候 比如說weekend呢 我在睡覺 然後9點鐘就有人敲我的房門 有電話找你喔 我說誰 是你堂姐找你喔 我告訴我會睡覺 但是她有重要的事情找你喔 我就起來 你知道那時候還沒有手機啊 因為你知道那是90年代 爬到電話旁邊 會不會妳知道我幹嘛 沒有啊 看妳在幹嘛 起來了沒啊 我剛剛話不跟妳說還沒起來嗎 喔 那 你要不要起來一下啊 你知道嗎 但家庭OK OK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是幾歲 五歲 四五歲 我媽媽跟我說 我們這次要去Alazang的 暗門名的內幕 然後你從裡面跑出來 真的喔 我還記得 我一直記得 我一直記得 然後 然後我們三個就是開始玩在一起 然後每一天都在家 跑上跑下 對 我記得小時候真的是 always玩在一起 你知道我現在回想啊 小朋友真的很有創意耶 我們會把那個桌子翻過來 然後假裝我們就是漂流在海上 就拿這個麻將牌好去玩 在那個衣櫥裡面爬得像猴子一樣 就是整個吊單槓到那個上面去啊 什麼還運工啊 因為那時候不是有很多那個 textbook嗎 好 啊 我喜歡 我想一下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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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